据央事8月27日报道 此前解放军绕台岛实弹演练 可随时迅转战 专家表示 东部战区发言人明确点出 美台勾连有可能引发台海局势的重大变化 所以此次演习具有非常强的指向性 并且解放军兵力 已到达台湾东部进行演习 很多演续活动都是带实弹出发 转为实战是说转就转 8月17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出动作战舰艇 反潜机 舰机机等多军种力量 在台岛西南 东南等周边海空域 组织联合火力突击等实兵演练 检验战区部队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 台媒近日披露解放军军演震动台湾 台媒报道称 8月17日晚间 台防务部门公布解放军军机航击动态 透露出西南空域的紧张局势 引起外界一片哗然 后续台防务部门再也不公布动态 以免引发政治后果 民进的当局此次选择低调处理 一方面是因为 台当局正在为因阿范局势而兴起的 以美论 气台论发酵而造成的 所谓认知作战 王的焦头烂额 另一方面 也可能体会到局势真的紧张 选择相对低调 沉默地应对 据统计 从5月底至今的大约3个月时间内 解放军总计在渤海 黄海 东海 台海 南海 这5大海域 进行了上百次演习